大家好 我是潘老師 我目前服務於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 是特定研究員 同時我也主持台灣的 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康健讀者大家好 因為醫藥的進步 所以人的壽命現在越來越長 在長壽的情況下 我們希望大家過的是一個 健康長壽的這樣一個生活 但是我們注意到 我們周圍的這個老人呢 很多有這些衰弱 肌少或者失智的症狀 並沒有有效的一個醫療方式 那其實這樣的情況 最重要的就是 本身身體要強健 那怎麼樣讓身體強健呢 就是要吃得好 把健康的元素吃進來 所以就可以彰顯那個活力 能夠抵抗這些老年症候群 不過一般人知道要吃健康 他們並不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在聶齡餐桌這本書裡面 我們不但講到這個健康老化 長壽和飲食的關係 而且告訴大家怎麼做 教了一些很簡單的原則跟做法 希望能夠幫助所有台灣的老人 更健康更快樂 肌小症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老人的身體代謝異常 肌肉的合成效率下降 這往往是一個個性循環 當老人逐漸的沒有力氣 走路緩慢 不想出去動的時候呢 它的熱量消耗就更低 熱量消耗低的情況下 就沒有食慾 吃得少 吃得越少 營養就越不良 那麼肌肉的合成呢 就越不足 在這樣一個惡性循環下 很難突破 那我們要怎麼樣突破這個惡性循環呢 就是需要靠所謂的抗發炎 健肌肉的多元健康飲食 抗發炎 健肌多元健康飲食呢 它最主要的 就是要多攝取 蔬果 全骨類 核果 這樣的一個植物性的飲食 把體質改善 所以呢 建造肌肉的效率就會增加 另外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提供足夠的蛋白質 讓我們的身體能夠 產生足夠的肌肉 老人家到底要吃多少蛋白質呢 一般來講 老人所需要的蛋白質 是比年輕人要多的 現在世界 國際組織的建議是 一個老人每天 至少每公斤體重呢 要攝取到1.2克 這麼多蛋白質 那我們怎麼樣來 應用這個概念呢 譬如說 50公斤的老人家 他就是應該吃 50乘以1.2 60克的蛋白質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運算 就是每一份蛋白質 大約是7克的蛋白質 把60除上7就等於9 所以一個50公斤的老人 他可能每天就要吃9份的蛋白質 9份蛋白質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來想一下 譬如說 早餐我們吃了一個 雞肉蛋三明治 喝一杯240CC的牛奶 那這樣來說 240CC呢 就提供了一份的蛋白質 那麼一個蛋 再提供一份 小小的一小塊 這個雞肉 又提供了一份三份的蛋白質 再搭配兩片吐司 有半份的蛋白質 所以早上就達到了3.5份蛋白質 假設中餐 吃了一個豬排飯 這個豬排 如果是一個小的手掌 大小 約一公分厚的話呢 它就是兩份的蛋白質 飯一碗 是一份的蛋白質 所以呢 中午呢 又吃了三份的蛋白質 到了晚上 晚餐的時候 我們若是吃一個 簡單的晚餐 小米稀飯一碗 搭配一個涼拌豆腐 這樣的話呢 一份小米稀飯 是半個蛋白質 一份豆腐 就是大約半塊 半盒的這個豆腐呢 有一份的蛋白質 這樣子又提供了 1.5份的蛋白質 最後呢 可能在睡前 喝一杯牛奶 再提供一份蛋白質 這樣就會構成 一天9份的蛋白質 我是潘老師 我在康建 我和大家一起愛健康